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鄭秀文生病了 28號他突然PO出住院的照片 嚇壞不少粉絲 他透露自己胃部不適的問題 持續了一段時間 中間還經歷了兩次胃抽筋 近兩個星期以來 他連睡覺都得整夜坐著睡 才不會想吐 最後實在受不了 才趕緊入院照胃鏡治療 經過醫生檢查後 原來是胃酸倒流的症狀 且胃部也有多處發炎 他表示整個胃就好像一條毛巾 被人啄尿又擠 非常不舒服 不過鄭秀文不只得到了胃病 他透露自己的嘴唇 其實還長了泡疹 目前仍在休養中 此次入院讓他感嘆 年紀越大越覺得健康無價 但他努力克服這些經歷 不管悲歡離合 生老病死 每個人生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人生功課 讓粉絲捨不得留言 你是最棒的 非凡娛樂真理